书友们,今天应一个书友的留言 今天我们来写一下宁静志远这四个字 一起来看一下宁静志远在书法当中非常常见 宁静志远厚德载物,天道酬行 汇丰和尚这些字都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了 这里比这里重 这个林子呢,需要注意什么呢? 其实这个林子它不容易写 首先这个新字呢,写的时候呢,不要写的太宽了 你看这一点呢,它已经压得很低了 就是因为把这个新字写扁一点,往上面挤 那么这下面这个结构呢,中间这个四字呢 不要写的太扁了 如果你写一写扁的话,那整个结构就压的很扁了 所以呢,这一个可以写长一些 那么这个横笔呢,写平一点,不要写的太重了,平一点点 你看这里明显会比比较重嘛 然后中间这个竖笔呢,居于中间 然后到这里的时候,其实不要往这里拐 不要往这里拐是吧 一定要是直直下来的 然后再往这边拐 直直下来往这边拐,记住这里 然后再往这边拐,记住这里 这撇下来的话 跟这两笔呢 其实是有点差别的 那么这一笔呢 比较突出 这个竖笔一定要 比较稳定 而且呢比较偏低 比这边呢 还要偏低那么一点点 字字的话 就没有像前两个字一样 较难写 往里搜 往外放 你看放在这里的时候 这里还是要稍微会比较重一点的 其实这一笔啊 对应呢 是这一笔 它们是一个互相呼应的一个笔画来的 远字的话也没那么难啊 这笔稍长一点 稍长一点 不要太长了 毕竟它是一个走之底的字 走之底的字呢 笔画呢 都没有那么突出 该说的就要说 说进去 这就是走之底的一大特点呢 走之底的字的一大特点 就没有什么特别长的笔画 刚才忘记跟大家说了 大家写这一树的刷 不能写太长了 一长的话 那么就不好看了 因为你一长的话 那么这个走之底的怎么贴近啊 贴不近了 是吧 对于这四个字呢 我们就写到这里 如果有什么建议的话 可以在我屏幕下方留言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再见